假设x等于2分之1为方程式a分之2x加3 减掉3分之5a减2x等于4的解 a是实数那么a的值为多少呢 x等于2分之1是这个方程式的解 所以我们可以把2分之1呢带进去这个方程式 好所以我们就会得到 a分之2x的话呢就是2乘2分之1所以是1 好1加3呢就等于4 好再来减掉3分之5a 好减2x的部分呢这边是不是也是一样 就是乘上1分之1所以就是减1会等于4 好那我们去掉分母的话呢就全部都乘上3a 好所以前面这边呢就是12 好再来这边呢就是再乘上一个a 所以减5a平方再加上a 好那这边等于呢乘上3a的话就等于是2a 好所以我们呢整理之后就是5a平方 加11a减12等于0 好那我们在这边呢把它做十字交乘法 5a平方所以呢我们就用5a跟a 好那12的地方呢我们用3跟4 好那这边是正11 所以我在4的地方加上一个负号 所以5a减4乘上a加3等于0 所以我们a的话呢就等于5分之4或者我们的a就会等于负3 所以我们这一题的答案呢就要选择猪